刘德华、成龙、古天乐、甄子丹那位港星将进入内地百亿俱乐部 在中国电影票房总榜 成龙88.17亿 古天乐83.3亿 刘德华67.21亿 周润发66.84亿 郭富城63.54亿 甄子丹52.49亿 吴彦祖45.90亿 张家辉45.58亿 梁朝伟43.04亿 最接近内地百亿俱乐部的是成龙、古天乐、刘德华 刘德华这些年的产量不是很高 虽然刘德华的作品很早就在内地影院上映 但超过10亿的极少 古天乐50不到 在所有港星里他的产量是最高 人气也是旺得很 现在可谓是蒸蒸日上 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在快速提升 不出意外 古天乐应该是港台地区最先突破100亿大关的电影明星